姐姐笑着对妹妹说道 并一直强调 让妹妹一定保持微笑 千万不要伤心 可妹妹以为开玩笑 每当回事 转身准备离开 这次 背后的笑脸突然消失 机身人也发生了改变 只见她突然搂住美女的A61 下一秒 一群喝不溜揪的玩意儿出现 慢慢地朝着美女飞去 不到500斤的美女 瞬间就变成了一堆白骨 看到自己唯一的妹妹也没了 姐姐实在笑不出来了 晒压着就准备逃跑 结果还是没能活下去 因为 这是一个只能微笑的世界 只要你不微笑 那么瞬间就会被啃食成白骨 然后被当成肥料 撒在玉米地上 画面一转 博士带着威娜 坐着电话亭来到了这里 接待她们的 是一个面带微笑的机器人 姐姐她拿出两个空白徽章 递给了博士两人 这是一种心情指示器 只要带上她 你的情绪就会被显示出来 两人并没有多想 夸了一下 就带在了自己身上 数不知这样的举动 最后差点要了他们的命 随后 机器人端出归零膏 热情地招待了两人 逃到简单的威娜 扎起一块就塞进了嘴里 这次博士问机器人 人类最完美的移民地 为什么没见到一个人类 博士觉得有点奇怪 带着疑问 两人开始到处寻找起了人类 他们来到一个麦田 发现这里的花草 都是机器人在打猎 浇灌化肥的也是人工智能 仿佛一切都和人类没关系 看到不停流出的化肥 博士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急忙打开装化肥的箱子 结果发现了可怕的一幕 这是一个只能微笑的世界 任何时刻 只要没有面对微笑 那么就会被纳米机器人 瞬间推出这白骨 然后装进柜子里 磨着粉末 当着化肥浇在菜园里 而现在 博士两人不小心来到了这里 并且发现了这个秘密 博士抱起一个头颅进行感应 在去年的这些人 就是一名人后 察觉到危险的博士 准备带着微辣逃跑 结果被一个机器人拦住了去路 此时的博士 身后的表情已经发生了改变 此前博士带着微辣 迈着造势的步伐 准备强行离开 结果牵脚刚走 机器人就露出了可怕的表情 可博士还是低估了这些机器人 在机器人的指挥下 博士没跑多远 就被其他的机器人给包围了起来 这时 聪明的博士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急忙看见威拉的背后 然后告诉威拉 让她保持微笑 为了活命 威拉找我听从博士的话 露出两排考词牙 和博士边笑边聊天 慢慢地越过机器人 沙鸦子离开了这里 突然 强证的纳米机器人再次出现 朝着威拉两人飞去 逃着幸运的是 纳米机器人飞得并不坏 博士两人成功逃了出去 没想到 博士把威拉送到飞船里后 又转身准备回到基地 威拉问他要干嘛 博士告诉威拉 他怕再有其他人受害 所以准备彻底炸毁基地 可威拉放心不下博士 于是也悄悄地跟了过来 两人走进基地 博士拿起音速器子一照 眼前的一幕 让两人顿时杀验了 这是由纳米机器人组成的墙壁 要知道 只要被他盯上的人 一瞬间就能成为白骨 而大厂惊讶地发现 这里整个基地的墙体 全是纳米机器人 看样子 两人已经在敌人的肚子里了 往墙面上放炸弹 是行不通了 两人继续往里走 居然找到了移民地的飞船 就在两人走进来的一瞬间 基地所有的机器人 全都被一一激活 博士准备 在机器人没赶来之前 彻底的炸掉这艘飞船 另一边 威拉在飞船里 遇到了一个男孩 在男孩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一个 装满休眠仓的地方 博士仔细一看 里面躺着的居然全是人类 博士健壮 急忙关闭炸弹的开关 我次啊 差点因为自己的疏忽 误杀了这些仅剩的人类 通过飞船里的一块电脑 他们终于了解到了原因 原来 人类为了确保开心幸福 发明了这些保姆机器 可就当一天 第一个老人去世时 紧跟着又死掉了十几个人 未来以为是病毒造成的 但博士却不这么认为 之前博士说道 正是因为机器人 只会保证人类开心幸福 所以当老人去世 在亲戚朋友伤心时 机器人把哀伤 定义成了幸福的敌人 这才消灭了他们 导致了悲剧发生 严重着大量的机器人 包围过来 没办法 当着正好喊醒了 休眠仓里的人 全都各自拿上武器 准备强行攻打出去 可虽然他们轻松 干掉了机器保姆 但是却伤害不到 飞行的纳米机器 严重着越来越多的人 变成白骨 关键时刻 我想拿出因数起子 把所有的机器人 恢复了重置 这才让人类逃过了一劫 如果人类的生活 真的如电影里所演 只有开心快乐 没有任何的悲伤 这到底对人类而言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奇迹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